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离职三年后又重回公司 非常能打 主角光环之强大 会让观众觉得他压根不是普通人 更像是有超能力的变种人 为方便理解 下面用明星真实姓名代替角色名字 什么一个打三个 这对陈伟廷来说都是小意思 哪怕对手是专业安保人员 更有意思的是跟大反派的互动 真正让观众感受到陈伟廷的强大光环 当同伴陷入困难 并一筹莫展之际 是陈伟廷及时开车过来 把反派撞死 营救同伴 哪怕反派用的是步枪 但陈伟廷和古丽纳扎等主角 仅仅是用手枪 一样能在枪战中 毫发无损 最后还打败了反派 最厉害的是 陈伟廷为了挡住大反派 从远处射过来的子弹 居然想到用车门来挡 当子弹穿过车门时 居然如此平稳 人都不带晃动 这究竟给不给子弹面子啊 后来陈伟廷开车赶到大反派开枪的位置 跟大反派近身搏斗 这时候古丽纳扎为了把大反派拿下 选择站在距离陈伟廷几十米外的地方开枪 先射中 他再射大反派 中枪之后 陈伟廷明明立即倒地了 但他为了抓大反派 又立刻爬了起来 大哥 你中弹了 能不能尊重一下子弹 后来纳扎解释了 他是笃定陈伟廷 有穿防弹衣 才下定决心开枪的 但穿上防弹衣 之后中枪 难道就意味着能毫发无损吗 不 如果开枪 距离近的话 还是会对人造成损伤 包括摔倒 昏迷 严重的话 还会骨折 甚至死亡 刚中完枪 陈伟廷又马不停蹄 开车追赶大反派 最后以1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撞向大反派的车 按这种速度 撞向另一辆车 哪怕有安全气囊 再强的人也会受伤昏迷吧 可陈伟廷毕竟是男主角 有超强的主角光环 所以哪怕他刚撞完车 也就下车时 亮呛了几下 就没什么不良反应了 立刻跟大反派继续打斗 不过大反派的体力也不差 一点都不像 刚遭受了车祸的样子 看他开枪那架势 只想夸一句 大哥 身体素质不错啊 双方打了一会儿之后 大反派想开车走 陈伟廷为了抓他 甚至扒在车窗上 任凭他的车 怎么旋转跳跃 陈伟廷都稳如泰山 最后陈伟廷 集中升职 利用跳车 那不足一秒的时间 精准向大反派开枪 成功射中了大反派的手臂 刚跳完车 陈伟廷又好像没事人 一样走向大反派 用枪指着他 此时陈伟廷不仅神采意义 连也干净无瑕 帅得都让人忘记了 他已经经历了重担 撞车 打斗 跳车等 一系列危险行为 导演 你拍的是动作片 还是科幻片啊 那边乡陈伟廷 有一系列打不死的动作戏 这边乡古丽那扎 则贡献了没什么惊喜的演技 再一次证明了 他是个木头美人 古丽那扎跟旧情人陈伟廷 时隔三年没见 突然在拆车厂相见 此时那扎的表情如下 观众根本无法从他的脸看出 他有着什么样的情绪 其实这个镜头 是古丽那扎夹杂着生气 不解 委屈 惊讶的复杂情绪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 下面这张平静如水的脸 其实是在演绎生气 而这眼睛微微瞪大的表情 是古丽那扎在表达惊恐 当时的场景是他坐在车里 而外面的反派正不断向车里开枪 试图击破防弹玻璃 继而击中他 如此紧张 可怕的场景 他这脸是不是太平静了 在另一个场景 当大反派的同党按下炸弹装置之后 向他们表明逃出时间只有六分钟时 古丽那扎露出了一张波澜不惊的脸 一点让观众觉得紧张的感觉都没有 总的来说 风暴舞是一部很适合严控的剧 陈伟廷很帅 古丽那扎很美 但不适合想认真看剧的观众 毕竟男主光环太强了 而且跟木头美人没什么火花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